好几位正在抢独立屋的网友最近打电话 说是有点丧心 抢了好几次都没抢到 说不是这疫情中吗 这怎么突然间这独立屋火了呢 给我们知己照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多伦多杰大地产的broker弗莱利 今天是2020年8月15号 最近好多朋友抢offer 抢独立业权100多万的这些 华人区四个睡房 然后2500左右 装修好一点 拿出来就抢 上周你看我们公司两位agent 抢哪呢 Hivey 7 Kennedy 一个30乘120 上面是四睡房 四个洗手间 两个车库 开价128万 装修非常的好 漂亮上层的装修 抢到了146万6 所以像这17个offer 这16个人就会很丧心 类似像这个情况 在华人比较特别聚集的地方 容易发生 今天也是把这个事情 跟大家分享 然后也跟网友知己照 首先第一就是放平心态 放平心态调整一点点策略 为什么这么讲呢 就是说很多朋友觉得 哎呀抢的我都快抑郁了 不抢就房子没了呀 价格就上去了 没了不可能 为什么这么讲的话呢 因为四月份 咱说放盘 降了七成 有6000多个放盘 但是到了五六月份 已经到了9000左右了 放盘量 七月份11000多个放盘 这个是明显的放盘量上升的趋势 而且呢 就是说给大伙也报个料 现在你打电话 给这些装修的朋友 你现在 你要是想排上 起码十月份以后了 那他们都在干嘛呢 他们都在帮着这些卖家 做装修 然后准备上市 所以房源不用担心 但是价格上升的趋势很明显 那在这呢 就是说这个调整好心态以后呢 也要 是不是要调整一下策略 因为就是咱找眼就是这个地区 我就是要这个地方 华人多我就是方便 是不是能够找一下 就是相对华人没有 就平均一点的这些地区 你比方说像有一些旺市的一些地区 你像都抢到了将近150万了 那你在那有很多的选择呀 是吧 这三千尺的房子 新房十年之内的 这双车库 那有选择呀 是不是 所以说你调整一下你的着重点和策略 这方面的话呢 可能会有助于能抢到 第二呢就是说你可能在抢房中你可能找错人了 我不是说这个买方agent啊 我是说你可能直接打给了卖方的agent 你现在这种情况你直接打给卖方的agent 你几率很小啊 第一呢就是说从心态上讲 哎我找卖方的agent呢 你可是挣双份的钱 你得帮我 但agent呢不是这么想的 那我也就说这个代理了这个一些房产 也有一些抢的offer时候 我第一想的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交易要公平 为什么这么想的话呢 就是说你十七个人了 你有十六个人会失败啊 你带这些走的这些人是带着怒火走的 因为现在这个市场上面多不容易啊 买个从买个房 最后买家决定再下offer 最后努力看 哎我差不多 怎么你给你自己的一个人了 这个作弊了啊 继续到Travel 要到RICO去投诉你 你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去应诉啊 这个 这不值得吗 这些 而且你想干的长的话 你天天都是这些loss you的这些 那哪受得了 不行不行 而且就说的 就是说不是这种抢的时候 我建议你也别打给这些卖方的agent 因为他从这个代理关系上 他是这个卖家 是他的真正利益保障所在 因为有合约 有叫Reducary Duty 这叫什么委托责任 这是有法律义务的 所以说从他跟你的接触上面的话呢 他不会保障你的利益的 这个所以呢 这块呢 我就不深入讲了 但是呢 就说一句话 记住了 现在这种情况下 你直接打给卖方的agent 不容易成的 这个 第三呢 就是选一位呢 就是专业的买方代理 在这呢 就说 当然我知道很多朋友也都是买家 都是朋友啊 朋友的朋友啊 有个信任 这也没错 当然就是说有信任是不够的 还得有能力 现在这agent呢 他需要 你需要他的能力 一方面的话呢 就说呢 他专业这方面的能力 对你需要的产品 有足够的了解 第二的话呢 他有这个谈判的能力 就presentation能力 和谈判的能力 还有一些 这个对你的要求要严格 这个是专业的agent呢 会有的 朋友是没有的啊 比方说你买做 谈offer的时候 一定要求你一定要有一张 买好一张银行的本票 一定要求你提前验好屋子 把condition取消掉 并且谈判的时候呢 他把他所有的能量 智慧都碰现出来 比方说offer特别多的时候啊 看特别多了 那我会跟这个卖方agent 我会跟他讲 我说今天晚上会present offer 我的买家是有quality的 我简单跟他介绍一下 是已经ready了 而且除了价格以外 你觉得我还能帮卖家做点什么 他会觉得这个agent跟别人有点不太一样 他说closing day 能不能 没问题 flexible 除了这以外 closing以后 卖家还可以有一个free rent 好不好 我举个简单的例子了 就是因为你十几个offer的时候 你在这个时候 你得跟其他人不一样 你才能拿到 你总得有点独特的手段吧 你要不然都一样 凭什么就给你了呢 这个 是吧 所以我讲这些的话呢 就是说呢 大家要在现在的时候呢 要找你适合的 而且有能力的 这样一个买方的agent 那现在这个市场 确实从这个疫情中呢 逐渐的逐渐的活跃起来 而且现在呢 就是说这个独立屋 现在是整个市场上面的热点 就是中低价位的这种独立屋 现在市场上热点 所以在这的话 没买到的朋友 那现在要调整心态 调整一点点策略 别直接打给卖方agent 选一位合适的买方代理 这样的话呢 会增加买到的几率 好吧 今天就分享到这 朋友们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